昨天有一宗法庭案件引起社會大眾關注 據報導有暴徒在2020年5月27日發起所謂的反國歌法遊行 一名職業訓練局的男學生在旺角示威 期間曾經向便衣警察投擲鐵罐 其後被裁定非法集結和襲警罪成 獲得原審裁判官判處120小時的社會服務令 負責檢控律政司不滿刑期過輕 認為上述個案的情況必須判監 於是提出刑期覆核要求改判犯人入獄 上訴庭聽完雙方陳詞後裁定原審裁判官原則性犯錯 表明社會服務令並不是合理的刑罰 但是駁回律政司的刑期覆核申請,維持原判 上訴庭法官彭偉昌在庭上表示 被告已經完成了大概九成半的社會服務令時數 如果現在改判入獄的話,或者會令犯人面臨雙重刑罰 會造成不公平的,有關判決頒布之後 個別立場是親反對派的本地媒體 以及美國代理人媒體隨即的大致標題 就說律政司覆核失敗,又用律政司首度在反修例案件 在刑期覆核中失敗作為報道的重點 興奮之情若然指上,真的隔著螢幕也感受到他們的興奮 不過先知聲明,本人今天並不是想批評上訴庭的決定 上訴庭的決定是不可以說不合理的 因為翻查資料,上訴庭在處理刑期覆核申請的時候 需要考慮的元素的確是不少,包括需要考慮到被告經歷的焦慮之獄 甚至偶爾會避免一罪兩點,而決定不加刑 不過由於已經涉及複雜的法律概念 我自己也不是專業法律人員,故此也不打算斑門弄虎 今次提出這宗案件主要是想指出,需要負上最大責任的 實際上就是原審的裁判官 個中的道理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上訴庭說明了,原審裁判官是原則性犯錯 下級司法人員被上級法院指原則性犯錯 這其實是非常嚴重的批評 以上述的案件為例,最明顯的結果是公義因為原審的錯判而未能彰顯 被告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判刑反應不到非法集結和襲警的嚴重性 犯人亦由原本要坐牢,變成只需要履行社福令 大家要知道一點,根據上訴庭就襲警的判刑指引 襲警是嚴重罪行,一般是要強調阻嚇性和判處即時監禁 大家如果不善亡的話,應該要記得前立法會議員歐樂軒 曾經被裁定以揚聲器向警務人員說話及敲打警方盾牌 結果被裁定兩項襲警罪成 原本被判社會服務令140小時,及後上訴庭改判 認為原審裁判判刑原則有錯,改判入獄九星期 關於這種被誤判的案件,香港市民最想知道的是 一旦下級司法人員遭到上級法院批評犯錯,其實會有什麼後果呢? 我們也要承認這方面的制度以往的確不太透明 幸好自從張舉能就任中首法院首席大法官之後 香港法院的情況明顯有改善 本月初有主流傳媒引述消息報導 司法機構將會在現行的平核機制之外 再增設年度表現平核機制 會由較高級法院的法官參與平核下級法院法官表現 最快今年下半年就會在裁判法院實行 稍後也會推薦到區域法院和高等法院 司法機構在回覆傳媒查詢的時候也已經證實相關消息 他們說為了提升法官和司法人員工作表現管理制度的效能 司法機構將優化現行的做法增設一套機制 即是透過年度的檢視會議 讓各級法院的領導和較高級法院的法官定期全面 客觀有系統和綜合地討論 以及檢視各級法官和司法人員的工作表現 潛能和經驗以及培訓和發展需要 這個改革連港大法律學院教授楊艾文也認為是可以的 一如其他的機構 法庭也應該有定期檢視表現和培訓機制 本人希望相關的機制更快落實 相信屆時香港法院的判決質素一定可以越來越高 誤判、錯判的機會也會大大減低 最後本人想說一點 張舉能大法官上任之後 加上全體司法人員積極的配合 香港法院的形象的確是越來越好 我們看到法院是願意改革、願意改進的 我們作為中國香港人是一定要支持自己的法院 如果以往有看本人節目的話 相信也知道美國、英國兩國的政客 近日明顯想將魔爪伸向香港法院 干預香港司法獨立 在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就更加應該支持香港法院不斷進步 有做得好的地方 希望大家都不要吝飾 一定要公開讚賞 當然如果法院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大家也可以提出建議 讓法院考慮和改進 也只有這樣 香港的司法水平才可以不斷進步 同時憑自己的實力抵禦外國勢力的干預